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不合适的话 我们就好去好散 互不打扰 你也可以来我这里 这样你来我都有空 因为我又没有老公 我随时都可以走得开 就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呢 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安排个时间吧 我们就见一面 我等不及了 也耗不起了 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给到你 我也是一个人想找人拍解 孤独才注册的 就是赶紧剪击 躲下角这个蓝色下方块 下载这个畅聊APP 畅聊上有很多单身的女朋友 不用加好友也能视频聊天 同程见面 想找对象的 赶紧见左下角试试吧 我要在里面 懂你哦 农民工长期在外打工 想老婆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都知道啊 农民工出去打工呢 一年也就回家一两次 那常年又见不到老婆 起到这个问题啊 很多农民工都会觉得心酸 有一部分呢 是领着自己的老婆出去打工的 真的 觉得农民工太辛苦了 不仅干活苦 而且心理上呀 也特别的煎熬 如果说你现在也是单身 我给你送个老婆 你想要吗 是真的 不开玩笑 你就剪我左下角这个蓝色下方块 直接剪进去啊 就可以联系了 下载畅聊APP 畅聊上有很多附近的单身美女 照片都是真人认证 不用交好友 也可以语音视频聊天 合适的话就可以约出来见一面 想找对象的 赶紧见左下角 下载畅聊试试吧 我要在里面 懂你哦 有一个傻子 结完婚 进入洞房之后 问她媳妇说 你叫啥名 以后我就叫你名字 老婆呢 又好气又好笑的看着傻子一眼说 你叫我阎王爷吧 傻子听完以后蒙头睡到半夜 媳妇呢 有点寂寞 用脚勾勾勾傻子的腿 这傻子呀 啥也不知道 觉得有人勾他 想着连忙赶紧喊 爹啊 爹啊 你赶紧过来吧 阎王爷在勾我 这爹一听啊 不待一会儿就跑到傻子那房间里 跑到床前说 爷王爷啊 我儿子刚结婚 啥也不懂 你要勾就勾我吧 朋友 请问你是单身吗 想不想找一个温柔的女朋友陪在身边 走下角 这个默默教友APP 上线优先匹配同城单身男女朋友 不用加好友也能聊天 特别高效 默默教友上有很多单身美女 想找对象的 快来试试吧 女人不让男人碰的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有些女人呢 她就是这样 你越是在乎她了 她越是不把你当回事 你越是追紧了 她越是想吊着你 你越是想保持跟她联系了 她反而不在乎你了 男人们记住了 一个真正爱你的女人 她是愿意为你主动的 如果说她心里没有你 你再怎么努力 都是徒劳无功的 真正爱你的女人 她是舍不得让你伤心难过的 所以说男人们 你们一定要记住了 一定要找一个爱你的女人 明白吗 如果说你现在还是单身 想找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 组成一个幸福又温暖的家庭 今天我跟你说一个能脱单的好地方 这里都是真心想找对象的单身朋友 不用你花钱投资 也不管你今年是多大年龄 可以看得到电话号码 你想什么时候联系就什么时候联系 你就点我左下角的这个小方块 你看到了吗 蓝色的 点进去就可以聊天了 不用加好友 直接就能聊 可以语音 可以视频 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聊得好呀 还可以见面 视频 相亲 恋爱 交友 赶紧点进去 有一个傻子 结完婚进入洞房之后 问他媳妇说 你叫啥名 以后我就叫你名字 老婆呢 又好气又好笑的看着傻子一眼说 你叫我阎王爷吧 傻子听完以后 蒙头睡到半夜 媳妇呢 有点寂寞 用脚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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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找一个温柔的女朋友陪在身边 左下角这个默默交友APP 上线优先匹配同成单身男女朋友 不用加好友也能聊天 特别高笑 默默交友上有很多单身美女 想找对象的快来试试吧 你的头像是你本人吗 朋友 今天不管你有没有给我点关注 我都要跟你说个大实话 就是他们让你点这里点那里 都是骗你的 如果说你真心想找一个踏实 陪你过日子的好女人 那你直接来我视频 躲下角蓝色的小房框看到没有 点进去就可以联系了 就是这个轻聊APP 上线优先匹配同成单身美女 而且不用加好友一线就能聊 想找对象的赶紧点击躲下角来试试吧 我也在这里等你呢 快点来找 这男人打光棍啊 跟女人打光棍哪一个更惨呢 我认为啊 这女光棍更惨 主要有两原因啊 我总结一下 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 这第一啊就是男光棍不尴尬呀 这女光棍它就尴尬了 要不咋的呢 眼光太高 要么呢 你长得太丑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就是在农村呢 有十多个光棍啊 那太正常了 见怪不怪了都 那大部分人都是咋的呢 家庭条件不好 你说娶个媳妇呀 要个彩礼 还得有车 有房 再要个现金啥的 我都拿不出来呀 所以呀 娶不着媳妇 当光棍 那条件好一点呢 也愿意买车买房 但是有一些女的呢 她也不愿意嫁过去 她觉得吧 农村苦 农村累 农村呀 又干不完的活 条件还不好 她们都向往大城市的生活 就这样 其实也没有错 你说 谁不想过得好一点呢 是不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大城市的生活 那农村女孩呀 你找对象 它也是一个问题 你说呢 你来到大城市呀 想安个家 找个有钱 有能力的 你有没有想过 有钱有能力的 她为啥看着你一个 来自农村 又没学历的你呢 再说了 这男人啊 即使到了40岁 只要他有钱有房 他也照样能找大姑娘 你们说 是不是这个理 那女人到了40岁 就不一样了 人老猪黄了 也错过了 最佳的生育年龄了 也不好嫁出去了 再就是第二啊 我觉得女方会更惨 是啥原因呢 男的吧 他有家可以回 女的有家吧 他回不了 所谓的家 那么是娘家 要么是兄弟家 你说 谁能忍气吞声的 过一辈子呢 是不是啊 所以说 你只能一个人 孤独终老 选择自己一个人活 那你们就说 惨不惨吧 那你现在找到 合适的了吗 假如说 你还没有女朋友的话 我给你介绍一个 附近的 你想要吗 就点击我左下的 这个小方块 看到了吗 圆圈上有很多单身美女 不用加好友 一见就能聊 想找对象的 快来试试吧